帐篷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一顶好看的帐篷吧 先画一个三角形 再用直线画出帐篷的框架 然后画出固定帐篷的钉子 接下来画出帐子和窗户 再画上一串小灯 最后在帐篷周围画上一些小草 再画上一轮弯弯的明月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蓝紫色和天蓝色为帐篷上色 再为帐篷内部和窗户铺上色 然后用彩色为灯串上色 最后用绿色和黄色为小草和月亮上色 哇哦,一顶有趣的帐篷画好啦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望远镜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用到的望远镜吧 首先,用直线画出桶身 然后画出半圆形的镜头 再画出高光 最后画出支架 再画两颗小星星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蓝色为童身上色 再用橙色和黄色为镜头上色 然后为支架图上好看的绿色 最后卫星星涂上明亮的黄色 哇哦,有趣的望远镜画好啦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露营车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做的露营车吧 首先,用直线画出露营车的车身 再画出框架 再画出框架 然后画出小小的车轮 再画出车把手 最后 最后再画上可爱的表情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嫩绿色和深绿色为车身上色 再画出框架 再用黄色和橙色为把手和车轮上色 最后 为表情涂上好看的颜色 哇哦,一辆有趣的露营车画好啦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露营灯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带的露营灯吧 首先,画出露营灯的盖子 再画出大大的玻璃罩 然后画出底座和提手 最后 最后再画出燃烧的火焰和可爱的表情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天蓝色为露营灯上色 再用温暖的橙色和黄色为火焰和灯罩上色 最后再为它涂上好看的腮红 最后再为它涂上好看的腮红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玩的滑板车吧 首先,画出车把手 然后画出长长的踏板 再画出车轮 最后,为它画上可爱的表情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绿色和橘黄色为把手上色 再为踏板涂上明亮的黄色 然后用紫色和黄色为车轮上色 最后,为表情涂上好看的红色和橙色 哇哦,一辆好玩的滑板车画好啦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烧烤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吃的烧烤吧 首先,画一根烤肠 再为它画上表情 然后,画一串美味的烤肉 再画一串圆圆的香菇 最后,再用直线画出烧烤架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浅红色为烤肠的身体上色 然后,用绿色和黄色为青椒上色 再为烤肉涂上色 再为烤肉涂上棕色 再为烤肉涂上棕色 最后,用红棕色和肤色为香菇上色 再为烤肉涂上棕色 再为竹签涂上土黄色 哇哦,好吃的烧烤画好啦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薯片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吃的薯片吧 首先,画出薯片的包装袋 然后,写上薯片的英文 再画上装饰的土豆 最后,再画出美味的薯片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漂亮的红色和黄色为包装袋上色 再画好 再画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为薯片涂上金黄色 哇哦!一袋好吃的薯片画好了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冰淇淋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吃的冰淇淋吧 首先,用直线画出脆脆的蛋桶 然后,画出圆圆的冰淇淋 再画出巧克力棒 最后,再画上可爱的表情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土黄色为蛋桶上色 再用好看的颜色为冰淇淋上色 再画一张 然后为巧克力棒涂上棕色 最后再用红色为嘴巴上色 哇哦 美味的冰淇淋画好了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棉花糖 小朋友 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吃的棉花糖吧 首先用弧线画出棉花糖柔软的身体 再画出细长的小棍 然后为它画上可爱的表情 最后再画上好看的糖果装饰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粉色为棉花糖的身体上色 再用蓝色和紫色为小棍上色 然后用漂亮的颜色为糖果上色 最后再为表情涂上红色和粉红色 哇哦 甜甜的棉花糖画好了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旋转木马 小朋友 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玩的旋转木马吧 首先画出木马的鬓毛和脑袋 再画出独角和翅膀 然后画出四肢和身体 再画出尾巴 最后画出坐垫 再画出底座和柱子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深粉色和浅粉色为木马上色 再用蓝色为独角和翅膀上色 然后为坐垫 然后为坐垫涂上紫色和粉色 再用橙色和黄色为柱子上色 最后再为底座涂上好看的颜色 哇哦 好玩的旋转木马画好了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饼干 小朋友 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会吃的饼干吧 首先画出精美的包装袋 再画出饼干的标签 然后画出小熊和兔子饼干 再画一些不同形状的饼干 最后 再画出袋子的褶皱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黄色和粉色为小熊和兔子上色 再画出锅和叶子饼干 继续 再用好看的颜色为其他饼干上色 最后为包装袋涂上浅蓝色 哇哦 美味的饼干画好啦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墨镜 小朋友 今天我们来画画胶油灰带的墨镜吧 首先 画出圆圆的镜片 再画出反光 然后 画出小花造型的镜框 最后 再画出眼镜腿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浅蓝色为镜片上色 再用红色和黄色为镜框和眼镜腿上色 再用红色和黄色为镜框和眼镜腿上色 接下来 我先戴下面对帅ого 從不能利用来 接下来我 使用逆的镜片它 看到完全氛相边和 Kollegen 将sung赞一封 такой哦 сюда 例えば 使用逆人 Москв缘 备出口飾吧 你已经不进帖对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哇哦 好看的小花墨镜画好啦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沙宝 小朋友 今天我们来画画郊油会堆的沙宝吧 首先 画出沙子堆出的城堡 再画出小红旗 然后 画出小水桶和铲子 再画出海星和沙粒 最后 再画上可爱的表情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土黄色和棕色为沙宝上色 再画出海星和沙粒 再用红色和蓝色为红旗和挖刷工具上色 然后 用橘黄色和肤色为海星和沙滩上色 最后 再为它涂上橘色的腮红 哇哦 漂亮的沙宝画好啦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热气球 小朋友 今天我们来画画好玩的热气球吧 首先 画一个巨大的兔子脑袋 再画上可爱的蝴蝶结和表情 然后 画一只小兔子 然后 画一只小兔子 再画出吊篮 最后 画出吊绳 再画出云朵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先用粉色为热气球上色 再用蓝色为蝴蝶结上色 再用蓝色为蝴蝶结上色 蓝色和棕色为吊蓝上色 再用蓝色为蝴蝶结上色 再为云朵涂上浅蓝色 最后 再涂上粉粉的腮红 哇 小兔子坐着热气球 飞上了高高的天空 小朋友 是不是很有趣呢 小朋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多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为我顶个赃哦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